小弟小弟 姐姐听说你有个贪宝神器 快借姐姐用下呗 姐姐你怎么知道我有贪宝神器的 一喊说用天眼看到我挖到一张大富翁的纸条 所以就把我房子给当掉了 然后这又是他的地方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那神器害得我房子都没了 所以把它卖了 啊 小弟你把它卖掉了呀 卖给谁了还能要回来吗 我1.5万的价格卖给皮皮了 可谁知道臭皮皮运气真好 使用汤宝神器不仅挖到1万块 还拥有一部豪车 不过我相信他下次肯定会把钱赔进去的 哦那没事了小弟拜拜 不对啊根据姐姐的表情肯定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得跟过去看看 一行一行 汤宝神器被皮皮拿了 这个怎么办啊 什么落到了皮皮手里 好不容易把它变成冲关蛋 现在它又有钱 可能又要干坏事了 那个怎么办啊 我这里有个神仙丸 只要你能够让皮皮吃下去 那么就能够控制皮皮一天 要说皮皮还不是任由你宰割 不过怎么让皮皮吃下去就得看你自己咯 为了装饰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看来只能牺牲向我的私房钱了 看来那汤宝神器是真的 那么值钱的东西只能当我倒霉了 不过臭姐姐竟然瞒着我想吃毒水 看我怎么那里鸡飞蛋的 按照套马神器的功能 我只要在地下买多点钱 它一定会感应到的 到时候 哈哈 就是这里了 用套马神器抓钱 神器中台一天就占了十万元 这吃不到是多少了 两万块 无特不特 怎么还有封信和妖王的 吃乃神仙王 吃了之后会产生不饿 而且还能拥有神的力量 哈哈 这吃真的发财了 不仅可以一夜放牧 还能得到神的力量 嗯 水果味的真好吃 快 批批你在家玩还是逃不过 我小某人的手掌心 快把他把神器和你挖到的钱交出来 真命 就是现在 姐姐请我先帮你跑过来 再见 小弟别跑 终于把姐姐甩掉了 接下来就是我小老弟的时间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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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诶 怎么又是信 小伙子 我云里真有言 麻烦你再次帮我还债务 大富翁亲笔 小胖 我刚刚收到通知 你要帮助大富翁还债务 可得把钱交出来 怎么又是这样